大家好 我是卧嫂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 很特别 你怎么就像被击溃了 太快 太快击溃 还好吧 这应该算 因为我蛮想打你的 就是整张废话 到底要不要剪进去 可恶 今天有特别来宾 是公民行动指南的主编 然后同时也是 刚刚取得房贷式资格的阿展 要来跟我们聊一下 在灾难情境下的 一般民众避难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们欢迎阿展 大家好 我是阿展 阿展来了 上一集我们就聊到战争发生的时候 如果需要疏散避难 希望尽量可以配合政府的疏散计划 也使用政府开辟的彻底路线 甚至是搭乘公务部门提供的接驳车等等 大家尽量不要自己开车 这些是民众最安全可靠的避难选择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少对自己的政府 国家有点信心 你可以想象就是跟这个上次也提到 像气象预报一样 如果台风在登陆前 其实会有一些主动疏散一些 也许高风险 土石流 山区 这些警戒区 或者是如果有一些 什么海啸的风险 阴海低洼地区等等 可能也会提前撤离 那像战争这么严重的灾难情境的话 政府也会启动一定的应变方案 当然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看我们选到哪个政府 所以这个选哪个政府也很重要 选了某些人可能就会直接放弃这样子 不好说不好说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 防灾室阿展来上我们节目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防灾室到底在做什么 就我们了解 其实这几年防灾室的训练 是政府在推动民防政策 算是很重要的一环 好 所以这一题我们就是要来 请教一下这个刚出炉的阿展 刚出炉的防灾室阿展 就是防灾室训练到底在做什么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简单讲 防灾室这件事情就是 它目前是政府有 开办了很多课程 然后移植了一些资源 主要是希望培养一些民众 它是具有防灾的技能和知识 然后可以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去帮忙救灾等等之类的 防灾室这个概念 其实是本来来自于日本 然后是日本在 记得是1996年左右的 本城大地震之后 它为了要让一般的民众 更有救灾知识 所以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组织 叫做日本防灾室机构 那他们希望呢 就是结合了这个地方的消防单位 日本红十字会等等的一些专业的单位 去开了一些课程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 像是你是老师 或者是公务员 甚至是你只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但是你对救灾这件事情有热忱的 希望给这些人一些训练 训练通过 然后获得这个证明之后 就会给一个防灾室的认证 台湾是这几年 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 开始推广这个防灾室的认证制度 那目前是消防署在主则 主要就是参考日本的经验 然后结合民间一些专业训练的机构 那目前是由这个 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学会 来主则这个课程的办理 然后结合一些其他专业的 像好十字会 或者是像消防署的专业人员 然后我们开办一些课程 然后在各县市去培育防灾室 那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想说 救灾不是需要很多专业吗 那为什么不是有消防人员 处理救灾就好了 为什么我们一个一般人 比如说阿展可能不是消防啊 或者是也不是军警吧 那为什么每个民众 还需要自己去上课呢 因为是这样 就是像 我也是有听这个 我们自己的节目的 所以我们有提到嘛 就是之前都提到说 在这个防救灾的过程 或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其实军队军警销 他们其实有更多的重要的任务 要去做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负责全部的事情 所以民众要有一些自救的能力 当然包括像说 在日本的地震的经验里面呢 他们就是发现在幸存者里面 大概有七成的人是自助 就是靠自救的 然后大概两成是互助 那最后只有一成的人 是靠工部门的救援 所以工部门也不是不救 但他们可能很忙 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希望 可以让更多人有自救的能力 那当然你就要培养一些种子啦 那防灾室的大概就是 类似于这样在社区里面 撒下这些防灾种子的一种概念这样 所以阿展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考防灾室啊 我为什么会想要去 因为被同事逼的 对 我刚才想说 不想说出真相了 对对 那天我们要报名之前就只有抽签了 决定就是说 到底谁要去当这个防灾室 对阿展就抽 我抽到最短的那一支 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也蛮好奇 就刚刚提到这么多 好像说要学这些东西 当然也没有到处那么强的专业 消防人均整个那么强 但是好像也是蛮多东西要学的 所以到底要为什么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公民行动指南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先不要讲到国防的事物啦 就光就防灾或自己保护自己 这件事情就有学不完的东西 包括说你在灾难的过程要去保护 或帮忙别人 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像还有更多该学的 那防灾是算是一个很入门的课程 然后他又现在因为政府补助的关系 报名不用钱哦 还有饭可以吃 对 便当怎么样 便当怎么样 我去的那场是吃素食的 还不错吃 素食 fast fo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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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getarian的那个素食 如果是fast food 这样大家就是很想 跑去报名 对 而且那种跟防灾 如果是吃fast food 跟防灾好像有一点冲突 对 会违反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一些原则 对 一些原则 对 所以就不想 对 回到正题 所以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可以去学习更多 防灾知识是一件好事 那就想说 既然有这样的开放课程嘛 就去报 的确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学到蛮多 在食物层面上 可以去做得到的事情 阿展你刚刚有提到说 像日本那个时候也 就开始 他们算是我们先学他嘛 开始推嘛 他们那时候是 在开始推的时候是 希望也是给一般人 还是说他们有 针对性的对象 知道怎么样的人 去参与 就我所知 他们其实就是 开放性的对象 那一般是 开放性的对象 可是他们有一开始 可能针对 比如说前线的公务员 或者是在地方 服务的国营事业的人员 或社区里面的民众 为什么挑选这些人呢 就是希望这些 在地方扎根的这些人 能够在灾害或灾难 发生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技能 他们有知识 所以他们能够担起 第一线帮助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防灾室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在政府单位的救难的 这些资源 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因为有知识 他知道怎么样去做 防灾避难的规划等等的 所以他们可能就要去 担任起一个在现场 临时指挥说 现在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谁谁谁可以去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带领救灾的 初步反应 我们也不要讲救灾 它就是初步反应的 一个角色这样子 所以就除了军警消之外 希望多一些人 可以知道该做什么 对 因为灾难下 其实每一个时间 都是很宝贵 所以当假第一时间 可以有人 担起指挥教度的人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多数人 因为没有知识 那也不觉得自己 能够做这件事情 所以以往是不会 会有这样的角色 那防灾室大概就是 希望赋予一些人 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的 那像还有一个例子 是日本曾经鼓励 全国各地 有两万家邮局的局长 都去分批受 防灾室的训练 因为邮局就是扎根在 这个全国每个角落 所以希望邮局 能够成为第一个 就是灾害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前进死灰所的地点 并且能够 因为有底下有他的组员 那组员可能也可以帮忙 去做第一时间反应的救灾 等等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讲这个做法 其实还蛮有意思 就有点像是 就是在每一个可能的前线 可能发生灾难前线 都先补一下那个叫什么 我觉得像防灾的种子 或是有点像前线的那种 白血球细胞或什么 只要那边有发生 比如有细菌有入侵 他可以做 他不会做全面性的 这个什么都做得到 但是他可以做初步的 这个救护 防灾的一些技能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想到 就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 应该是最新版的割旗 比较正宗割旗 他其实里面就提到 碰到日本政府碰到灾难的时候 其实最常做的就是开会 确定说那好 我们花了一整天开会 要决定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什么割旗都已经在东京关登陆了 造成都市的破坏了 日本还在开会开会 在怎么讨论 所以我想他们这个什么 防灾事的制度 大概也都是想到说 因为可能官僚体系 法规限制 可能很多这个步骤要走 等到真的决定做好决策的时候 可能灾害就这个都很扩大 所以在末端在前线发生灾难的时候 就需要类似的机制 防灾事 与其被动的让这些社区 等待政府救援 基层的民众 自己就有一定程度的救灾能力 我想这也是一种 让中国社会的韧性 可以增加的一种政策 日本推这个 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个社会脉络 但是其实我觉得 就算假设 我们先假设 台湾的政府 如果没有日本那么官僚 就算没有日本那么官僚 防灾事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因为当然多一点人知道 紧急危难的时候 该做什么 对整体的社会的任性来说 都是好事情 对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可以让阿展分享一下说 你去上这个防灾事的培训课程 有包括哪一些内容呢 我上这个课程其实 它一共是两天的时间 那它包含很多食物面的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你的急救的技术 比如说包扎之类的吗 包扎 然后他们正在主要推广的是 CPR 和如何使用AED这件事情 那你可解释一下 CPR规则是不是一直在改 现在最新的这个规定会是什么 CPR 现在最新的规定叫做那个 因为古早以前 我小时候学的是叫叫ABC 现在叫做叫叫叫压电 直接用AED 叫叫压电 叫叫压电 叫叫就是 第一个叫就是说 你去看他有没有反应吗 说先生小姐你怎么了 先试试看他们的意识 有没有清楚 如果他没有意识 确定说他需要被施救 你就赶快 比如说你眼前有一个 穿着黑色衣服长头发的人 你就说 那位黑色衣服长头发的小姐 现在马上去帮我拿AED这个器材 然后 这个是为什么要指 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必须 他去拿AED的过程 你就要做CPR 你不能让他在那边 你不能让他在那边 你能让自己 如果又去拿 他就不用再做CPR了 直接压卡 所以就是 有一个人要去拿机器 你叫他去之后 第三个动作就是压 压就是CPR 叫压 所以第二个叫 是叫别人去拿AED 第一个是叫伤者 第二个是叫帮忙者 第三个是压CPR 第四个电 电就是AED到了以后 那个就叫电 就用AED AED其实操作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他拿回来之后 就是他上面还有图卡指示 你的贴片要贴在哪个地方 然后开机贴片贴好 他就自己侦测 侦测这个人需不需要被电 所以他还不会乱电 这个欠电就要电他这样子 这倒没有 什么Pinoc这个直接电死 他会评估这个人签不签电 如果觉得这个人签电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说 请按照指示 压下什么指中间 这一次有那种懒人 就是防呆的 对他机器会讲话 并且他还会提醒你说 所有的人都要 就是所有的人 在电的时候不要接近 不然你会被电到 对 那电完之后就是 你要继续去做CPR 因为电完之后 他只是概念让心脏重新开机 因为他是驱站器 就是长按重新开机 对 但让心脏有点像是 本来乱跳 让他不跳 然后不跳之后 你要赶快压他 让他跳 然后让他恢复原本的规律 所以还是要会手动的CPR 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所以那过程中 CPR是比较 所以现在的观念就是 叫叫压跌 当然我觉得你刚提到 第二个叫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 那个是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 有提到 我觉得那也蛮有意思 就是你如果第二个叫 说你要指定 刚刚为什么讲 黑色长头发 那个女生朋友 请给帮我去拿 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只是讲 就说快啊 谁要帮我来 叫压护车 谁要帮我去拿 大家都会 都会觉得就说 哦 应该不是在叫我吧 有人会去 对 应该是别人吧 就会那种分散责任 就说对 就是你 你被我叫到了 你如果不照我的 这个建议做的话 你会这个良心过不去 所以你要指定 那个人去 要很清楚的 说是谁要去 不要只是空泛的互换 对 刚刚那个 这个提醒很好 也很重要 对 这也是我们教官 在教学过程 一直提醒的 就是你如果只是说 那个帅哥 你就每个人都 不觉得自己是帅哥 会不会一对人来拿 一对人来 所有的人都会说 帅哥是我 但应该 我不是要去拿的 那个帅哥 就是 就是要明确的 指出是谁 对 所以很清楚的 要说是谁 我们在上课过程 第一个当然就是 这些急救技巧 教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一些基本的 天灾特性 包括说台湾 常遇到的地震 然后台风 等等的 然后居家防火 像居家防火 防火很实用 对而且他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 就是说 一般来讲 如果你的楼层 没有起火的话 在研判 就是大概火 是不会到你的空间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 待在室内 并且把门关好 最致命的不是火 而是那一个 烟尘 和有毒物质 然后它会造成你昏迷 那很多人其实是因为 火燃烧之后的这些 就是烟尘而死亡 所以比如说公寓 假如楼上楼下 有失火 你不要说那我把那个楼梯间的门打开 看看那个火什么时候烧上来 不要 就关起来 对 然后或者是你在家 你知道你的楼下可能失火 但还没有危机到你 那你大概碰一下门 发现还没有很烫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尽量不要开门 那应该是等消防员到了 那你当然就是先打电话求救 那你就在家里面 然后现在他们都会给你指示 就告诉你说 他们会了解你的状况 所以你打电话去报警之后绝对不要马上挂电话 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该做什么 那你就听他的指示 然后他就可以保住你的生命安全 这样 这也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防灾室其实他有交部分的灾难特性 以及如何防灾等等之类的观念 然后再来还有 我觉得很重要是说 因为防灾室他的有一个角色是他要担任 我们讲这个社区防灾小兼兵 也就是说这个社区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呢 防灾室就是可能要跳出来 不管是协助这个里长去一起做防灾的 或者是救援的动作 或者是帮助这个地方 反正防灾室可以出来去帮忙 比如说现在有灾难了 那现场该做什么处置 那如果你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可以去协助 另外是说 如果接下来灾后有需要做避难的疏散 就有些人没有家可以回去了 他需要去疏散避难的空间 那防灾室可以去帮忙做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防灾避难 临时避难处所的规划 因为我们知道一群人到了一个地方避难 其实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你要知道有谁进来 所以要列车 那列车之后呢 你要去管理那个地方的基本的门禁安全 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宵禁 那我们就要去管制出路 所以有人要负责这个 那有人要负责就是安抚 就因为大家很害怕 所以如果有人有那种心理治疗 或心理之上的能力 他就可以去安抚这些人 或者是陪伴他就好 不要讲任何的话 就是陪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 有些人会主犯 主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所以有些人就会去负责膳食 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去负责行政 就接下来要有物资进来的 我要去哪里接 那我要怎么分配等等的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是需要做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防灾室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有一个蛮完整的结构的话 听起来是真的蛮有用的 他感觉是基层的防灾体系的一个小组长 小队长 对 他修课已经选好小组长了 对 然后有什么事情就先找小组长了 对 有点类似 那你刚刚也有讲到说跟里长啊 或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防灾空间的这个设置等等 所以像这个防灾室的 现在都是台湾有多少防灾室 是不是我记得别人靠还是什么 我现在好像看到 大概到今年五月的这个资料 大概是一万七千人 很多耶 其实目前有一万七千人 这样子大概每一万七 就等于是每一万 每一千人就有一个 差不多 差不多 数学好好算得好快 我现在随便讲个面不知道 现场拉算 听众朋友拉算一下 因为要算成年人吧 红某的算 成年人 对对对 那你刚刚讲的跟在地 我只是想说 比如说跟里长 现在这种防灾室 或是像你这次去上的时候 他们跟里长 或是跟社区有什么样的结合吗 因为你如果跟里长不能是 你考 里长知不知道你说 我的这个里面 我跟你讲 我里面五百个防灾室超强 他知道吗 我们这次去报名的时候 其实他在那个报名表里面 就有一个选项 是问你说 你愿不愿意 接训之后呢 被列册 就是说 让里或者是让地方政府知道 有你这一号防灾室的存在 以及愿不愿意在 真的有重大灾难的时候 被通知 那如果有人去上防灾室 然后选我不愿意 那什么意思 那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要 就是他的长官 对啊 长官说 我们现在有课程 他至少可以 救他自己 救他家里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正面的 这个帮助 我们不要去折戴人家 每个人都去上 没关系 对 对对对 这也是 对 这也是一个面向 所以当然他们就会 就会透过这个方式 让防灾室受训之后 还可能发挥更多的效果 所以里长按理来说 他们那边可能会有一个 列册的 讲说 我们这个里啊 或者是 有哪一些人可以联络 这样子 就是你 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去联络这些人 那我们在上课过程 有听到一个蛮酷的 就是里长自己本身 非常重视防灾 所以他去考了防灾的硕士 不是防灾室 是防灾硕士 他有防灾硕士 某一个里 对某一个里 并且他有筹筑的 就是他里里面有一些 属于他 就是他自己的小帮手 那这个里是在 很容易发生灾难的地方 那个里的房价怎么样 你帮过去吗 他是在人口 我记得好像是在 三重那一带的 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 所以他可能会发生的是 比较可能是 人为行的灾难 这一类的 那他的里的小帮手 每一位都被这个里长的 命令之下 每个人都有防灾事的证兆 哇太优秀了吧 这个里 可以透露像是哪个里 大家看怎么会帮过去 我需要再回去看一下 感觉很安全 对 那我们老师有讲 那个上课的时候 讲师有说 就是这个里 因为有这样的设置 让他们某几次 其实社区里面有一些事件 包括可能有车子 起火啊等等 就很快的都获得控制 有组织一定差很多啦 所以基本上 就是在灾难还没有扩大之前 或者是初步需要帮助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设置 会有一定的效果 另外我讲 也想问一下 像阿展 这事实上 他这样一堂 武器的人的时候 好像是好几天嘛 像去上课的人多吗 因为他毕竟需要好几 两个工作天 还是两三个工作天 然后都是哪些人去 至少说这个体制 我们上课时间是两天 然后两个整天 两个从九点到五点 就这样想 然后刚说不用费用嘛 对对 我报的是新北市政府的厂市 所以不用费用 原本的设定 好像是要收紧 但是他现在好像为了要推广 似乎有一些是不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查询 那我们同学有哪些人呢 我的印象中最多的其实是 地方政府各局处的基层人员 OK 他们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对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偷偷问 他们有没有认真上课 还是打瞌睡 还是你在睡觉 所以没有看好他们 我没有 有梦里相见 我还是现场唯一 对这个讲师提出反向疑问 你有举手挑战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 好像有一些没讲到 那我就对他提 他可能觉得 我为什么要问那么多问题 因为他一直想要下课 他一直跟我们说 同学我们今天就上这个 这个你们都回去自己看 我还在讨了一些的学生 说说下课 对 然后现场他们认真 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被要求来的 因为我中间可能去上洗油间 回来就看到有些人开始在滑手机 可能他打什么篮球游戏 或者是在追剧 你都不认真 我不小心看到 因为他在台名 想要荧幕蛮大的 好 那可是也是有认真上课的人 那尤其是在实作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是被叫来的 但是学习动机是可以被引发的 比如说实作的时候 大家其实就很展现说 哦 你那边怎么压成这个样子 实作是说 操作 操作 CPR CPR AET的时候 或者大家演的时候 就演得很认真 说先生先生 你怎么了 然后就摇那个按钮 摇很大力这样子 所以实作的部分 大家可能就比较实用 就是确实是可能会用到的 而且他因为你必须实际操作 你不是一直坐在那边 听大家讲课 对相对来讲 对大家是一种刺激 也比较有趣 可以想象 对 阿展像自己刚刚提到说 这个是已经像 你参加的这次是地方政府办的 所以说是不是也是有一些 不是政府部门办的课程 有一些不是政府部门 所以他们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 就是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学会 这个是组折的一个 像是学会的组织 那有一些地方的 就是有一些是 我记得他以前开课的单位 有个是保险物业的 保险公司 没有保险物业联会之类的 它是保全业的一个组织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去承接了 这个防灾室课程的取办 所以也有类似像这样的单位会去办 所以上完他们的课 也可以得到这个认证 对因为他们在 如果社区保全有防灾室资格 感觉会很安心 基本上应该是 要看那个保全有没有认真上课 在打篮球游戏 好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防灾室 那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培训 应该都还蛮陌生的 所以我们会把简介的这个说明资料 放在说明栏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这样看算起来 刚刚提到说2018年 我们开始推广 也已经五年了 而且五年 其实这个人数比我想象中多了 然后阿展提到都一万七千多人 一万七千多 对对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 比如每个人学习 如果我都认真学的话 我觉得听起来突然放心的不少 就算只有学一小部分 也总比没有好啦 对这个真的是 我相信是跟刚刚比率一样 在每个基层的点 都有一些可以紧急介入 然后就是参与这个 增加我们民房能量的 这个样的力量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打造我们的社会任性 像过去一般你可能想说 如果真的要救灾 其实你就说要打一一救赎了 当然还是要打 但是如果第一线 马上现场就有人可以处理的话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在 政府的资源投诉之前 你自己就可能够自救 这样其实可以增加 如果真的发生大型灾难 或甚至战争的话 对我们是真的有大的帮助 那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其实可以提一下 就是防灾观念的普及 到底有多重要呢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 是2011年的时候 311大地震 那时候海啸 对日本 那日本有一个 辅食东中学 就是日本严守县辅食市 然后一个辅食东中学的学生 因为他们学生 在当下就知道说 有大地震发生了 然后赶快撤离 因为可能有海啸 所以他们集体的就是 往高处撤离 然后快速撤离之后 大家都获得了平安 可是他们这个县 其实伤亡是很惨重的 但是学生因为当下知道 有相关的避难知识 然后在老师带领下 快速的撤离到高的地方 因此躲过了一截 那这也是一个被视为 这个希望防灾知识 能够普及化的一个 蛮重要的例子 所以你刚才说是日本的中学 那我们自己台湾的学校 有没有在教 离开学校有很久 有没有在教类似的东西 有啊 我们小时候都有上过 我们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 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我那时候叫做军训课 后来呢 现在应该是所谓的 全民国防的课程 全民国防课程 其实它 以下来讲 它当然会把一些 所谓的护理啊 这些东西 就放在里面嘛 但是它好像对于防灾这一块 并没有那么的琢磨 因为他们就觉得 我那个时候上 我印象中就是可能看电影 然后教官会讲一些 人笑话这样子 然后就 对就这样子 你会最熟悉的 大概就是美国 二战大兵穿什么 然后他们 他们会讲什么样的 好笑的话 是是是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 经验上的不同 就是大家不同的年龄层 可能接受的那个 相关的训练不一样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处 跟我们分享 你自己在中学时期 有没有受到相关的教育 因为你们应该都是念男校 阿展是男校 我是男女分班的 的学校 男女分班的学校 那好 那干嘛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们那时候上 军训的时候 女生有上吗 女生上护理 对啊 很有趣 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我的高中是男女合校 然后男女合班 但是上军训跟护理课的时候 就会分开上 没错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微妙 就是因为我们护理课 事实上有教避孕相关的知识 这是很好的 是很正向的 然后男生就没有学到 男生居然没有看 抢救的恩大兵 对 然后女生在想 女生在学 就是学避孕知识 女生看的是更可怕的影片 比抢救的恩大兵还更可怕 女生看的是堕胎的影片吗 是 那是用什么彩虹教育 对 以前就是蛮微妙的 那希望像全民国防教育 有让大家都学同样的事情 因为不管男女应该 相关的护理急救知识 都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刚刚学历提到 这个切入点切也很好 因为如果高中以前是这样上 其实在前端 就假设大家去做这样的分流 但是这其实不一定是要这样子 每个人其实 应该不是用性别的方式去区分说 他应该学的是 直接军事的训练 女生可能就是要去做 这个护理相关的工作 其实大家彼此都需要 学习相关的知识 这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刚其实有聊到 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年龄层 其实这种国防军训教育 有蛮多变化 比如说早年可能还在想象 这种反共抗恶 就我爸的年代 然后中间就有一点尴尬 所以接受到的教育 可能就是教官也想混 所以就你知道 在看一些这个美国的电影影片 然后或者是像我自己遇到的 可能就是 就是有一些性别的想象上面 其实是并不太符合 现在实际的情况 对 那所以其实当然是希望说 我们在做这样子的推广之后 政府也可以慢慢的调整 中学教育里面的过防课程 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 因为我们过去学校教育 可能在这方面有点失败 所以我们用社会教育的方式 来补充帮大家补课 然后学一下之前错过的东西 或者是大家以前没有学过的话 现在防灾室的课程 应该可以让大家自主的去了解 更多相关的资讯 黄带室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然后卧槽公民行动指南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哪里才可以买得到呢 请看资讯栏的连结 对 没错 一定要工商 需要工商 需要工商 对 那既然 我觉得这是感谢阿展 跟我们非常那个 防灾室的培训的经验 下一集 还是会找阿展来 对 下一集我们就会来 请阿展聊一下说 如果在战争的情境底下 民众外出避难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所以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我们下一集还会有阿展 对 如果这一集反应不好的话 阿展下次的通告 我们就不叫他 不Cue 所以大家一定要 如果想要听阿展的声音的朋友们 一定要帮我们 喜欢阿展的朋友们 要多多留言 对 我要阿展 我要上通告 大家帮我点 对 好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 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沃草民房共有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会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沃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沃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